天王过富城的老婆方圆 先后为老公诞下两名女儿 一直全心全意照顾小朋友的她 今日就到了香港的山顶看风景 方圆在个人微博中发表了九张照片 并透露自己被倒下的大树挡住了路 令她回不了家 方圆写道 一棵树突然倒了 被困在山顶的五个小时 此时此刻 好饿 借美景拍了几张照片 破湖这棵树可真美 听说这棵树一时半会弄不走 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询问 有没有叫老公过富城去接她呢 另外7月11日 方圆再次更新微博状态 并上传了两张定装照 并配上侦探两个字 不知道她有什么新稿做呢 难道是要付出演艺圈吗 不过其实她实际上 从来没有正式的踏进演艺圈 就已经被郭天王私有化了 还记得郭天王把生孩子的目标定在四个 方圆这才到了一半 看来方圆再怎么眷恋演艺圈 在完成任务之前 她顶多也只能在演艺圈的门外 馈探以下下罢了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